各位漫迷早晨 欢迎来到今天第一节的漫迷早晨节目 这节节目会和大家讲一些相关的转会情况 因为我们近期有很多球队 所以趁两场中间有机会讲一些关于转会的传闻 以及有一件事也是又走鸡的系列 我很想问大家 这位球员我们是走了鸡 大家觉不觉得真的算是走鸡的系列呢 这位球员是Gabriel Martinelli 即是现在在阿仙奴踢着 相当年轻的一位风匠 Daly Star的报导 他就说这位风匠 差一点就可以签到曼联 或者 究竟我们是否再次走鸡呢 现在来说实际上 阿仙奴在那个暑假用600万磅 从他原本的球会 Uttuno 签了他回来 他的表现大家都有看过 曼联又失去了 又走鸡 Gabriel Martinelli 其实他和我们 他来我们那里 訓練了四年 其实是四次机会 每年来一次 这位18岁的球员 在25场代表阿仙奴上阵 入了十球球 自从他刚刚那个暑假 去了阿仙奴之后 这位巴西 23岁以下的年轻人 就说 他其实呢 去过奥脱福 几次了 因为呢 他每一年都来一次奥脱福 就来了四年 为什么呢 他自己访问的时候 他说的 因为呢 他原本的球会 Ittuno 就和曼联有个 合作的协议 所以他就可以每年 都去奥脱福 就是练波 trial 就是试脚 这样 这样 他那年多 的球员 每一年球会 都会去的 这样 他就接受 442 这个杂志的访问 的时候说 其实都挺好的 去到那里 我也是第一次尝试到英国的足球 英格兰足球 我曾经见过 他也有集游的 我见过费兰尼 艾夫娜 见过普巴 我都全部和他拍照 大家的画面也看到了 那张就是普巴和他拍照 接着记者就问他 为什么你不加入卖联业 其实就很简单 他都没有付付我 就是他都没有 叫我去抓 我叫我加盟 我怎么加盟 那算不算走鸡呢 我真的很想听大家的意见 OK 所以他继续每一年 试完脚之后 就回到英格兰尼 就继续做回他要做的事情 那样 那结果呢 结果呢 就是阿仙奴 那原来呢 其实除了曼联之外 巴塞隆拿呢 都差点是可以签到他的 OK 那原来呢 他刚刚是 就是之前 就去了 两年前 sorry 两年前 就去了巴塞 那头 又是 试脚的 又是 那他2018年的11月 就去了巴塞隆拿 在那里 就练了 试脚了两个星期 那时候呢 他就不是那么好 因为呢 他就见不到 一些 就是一队的球员 即是集不到油 那因为呢 是一个international break 就是当时的球员呢 就去了 踢了 踢了国家队 那他就很恨 和美斯合照 他说 一样东西在欧洲来说 都是对于我来说 是很新奇的东西 我就真的觉得 这些大球会的设施 是 哇 真是很漂亮 很大 看到都真的 很新奇 跟着呢 他又说 就是有多少场 那样 那样 但是呢 他也都说 当阿仙奴去 就是 想签他的时候 他说完全都没有考虑 立刻回签 那样 因为呢 Ettuno 他的球会 就预备 在他那个省份 那个联赛 就一直在比赛 那 他开始 踢得比较好 就是在他本身的队 那里就稳稳 那他那个经理人 就跟他说 原来他经理人 当时来说 就没有跟我说 任何球会有兴趣 让他可以集中比赛 那这个经理人是挺好的 特地不跟他说 让他没有分身集中比赛 OK 但是呢 原来他虽然没有跟他说 但一直都帮他谈 帮他谈 直到呢 他后来谈到最尾 有两个选择给他 那他就说呢 我不知道他没有说 第二个选择是什么 但是他就说 我想都不用想 那我就继续了阿仙奴 OK 因为呢 他就想装一个欧洲的大球会 那 那 始终 不知道有多少个球会 对他有兴趣 那样 所以他就 他没有说第二阶是哪一间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 对他 对他 他就选择了阿仙奴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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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说 除了想说我们这边 是不是走鸡之外呢 那 这个经理人就真的好 对吧 不会影响到球员的比赛心态 但是呢 又帮他找到一些好的交易 那 那 所以有时之事呢 真的没有得说的了 那 那 那 和第二单要讲的呢 就真的是一个全文来的 就不是真的会来的 或者是读而之类的 這次傳聞這位球員叫做Fedrico Chiesa Ciesa這個名字我相信有不少看得比較久的朋友 可能會聽過他 因為之前有個球員很出名的 也是叫做Chiesa 但他的名字叫做Enrico 是非常出名的一位球員 Fedrico是他的兒子 是MailOnline的報道 說什麼呢 他說Solse Acha就傳了他的球探 去Fedrico Chiesa 那隊球隊去Fedrico Chiesa 看看這個球員 傳聞他的價值大約是6000萬英鎊 Sports Mail說他理解有名字 Simon Wells這位球探 去了Fedrico Chiesa 對AC米蘭上星期的一場球 那場球是1比1打和的 但Wells據聞應該是直接授命於Solse Acha 所以他叫他做一個私人的球探 因為我不知道原來球探也有分 球會的球探和私人的球探 原來是有這樣分的 他就說要檢查他 看看他仔細的東西 搞成怎樣 以及會不會下季就簽他回來的 這位球員就22歲了 現在大約是市值 轉購費的全民就去到6000萬英鎊 已經17艇Catmau 他的國家應該是意大利 也都在以甲那裡踢了121場 總共是入了21球 他就是剛才所說 他的老爸也是踢球的 叫做Enrico 他就說這是意大利的其中一位新星 今個暑假的歐國盃 其實他應該是有份代表意大利上陣 我記得一點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Kiesa應該是他老爸 我沒有看過 就是一個矮腳虎 很柳德 這方面是好球的一位球員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如果有記錯的話 有網友可以指證我 然後就說曼聯就留意到這個球員 還不止 是正在上英文課 很有趣 如果一傳聞球員 或者領隊有興趣去英格蘭 就說他們上英文課 為何會對他的興趣增加 就是因為他近五場球 就入了四球 所以令到Wells很想去看看他 究竟是怎樣 最重要的是另一件事 Kiesa這位年輕人 他可以踢三個位都可以 即是前場進攻的左中右 主要來說他就是踢右邊 我想大家開始明白為甚麼 一個位置 Souzica就很想有更加好的球員 他在Forentina約到2022年 除了賣聯之外 據聞祖雲塔斯也對他有興趣 所以Forentina已經預備好 跟他續約到2024年 OK 大致上我們對他有興趣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大家都明白 就是因為他右邊的最高球員 他也入不少球 大家可能有朋友曾經都問過我 為何球員可能會賣走他 但又續約的呢 第一 為何球會跟他續約 第二為何球員又肯續約呢 在這裏趁這個機會說兩句 球會肯續約 其實大家都比較容易明白 因為如果跟他續約長一點的約 賣走的時候 轉會費會比較高 一個球員如果只剩下一年約 或者一個球員還有兩至三年約 那個新價 轉會費是差很遠的 這個我想大家都容易明白 第二為何球員明明走 為何他又肯續約 其實就是這樣的 一般球員 正常來說 如果踢得開心 未必一定想著走 但我假設你還有一年的合約 甚至乎誇張一些 可能你還有三年的合約 然後球會說跟你續新約 為何他通常都肯續呢 因為一續新約就是什麼 續新約就是加薪 無緣無故想想想 如果你還有一年約 早了一年加薪 又或者你還有三年約 早了三年就加薪 你作為一個球員 你沒理由不肯續 所以通常這些情況 現有的球會和球員 都是Win Win 因為我首先 逐一張新約 加了人工先 球員來說 如果球員肯續的話 我又可以賣高一點 轉會費又可以收多一點 但當然有一個情況 如果球員 根本就踢得不開心 或者真的想著 我一定要走 沒辦法 去以缺的話 通常他就不肯續約 他不肯續約 球會也沒辦法 只能夠用一個較便宜的價錢 賣走他 還有一個條件 就是那個球員本身的工資 也有差不多高的 他就不介意 是不是 這就是情況 我記得之前有人問過我 我現在趁機 趁這個機會解釋 另外還有一宗傳聞 就是第三宗傳聞 就是這個奧迪賀 就是這位 蘇斯亞澤的鄉里 Martin Odiga 這個傳聞就是有位萬迷報料 首先多謝那位萬迷 這個媒體 叫做Red Devil Armada的網頁 他就說 據西班牙的報紙 Elderio Vasco的報道 萬聯又傳了球材 這次的名字叫做Machel Bolt 這次就先看看 這次就沒有說是 蘇斯亞澤的私人球材 但Odiga本身就是蘇斯亞澤的鄉里 這位球員 我想大家都有印象 會不會有 因為他原來是很厲害 他十五歲的時候 非常之高格調 或是高宣傳的情況下 就簽王馬 因為十五歲 類似神奇小子 當時在他的年齡層 非常之好 但是簽了王馬之後 就慘了 一路都沒有怎樣 踢過王馬 不知道踢過一兩場 然後就外借 外借去荷蘭踢了一輪之後 今年終於回到西甲 不過也不是踢王家馬得利 王家就是王家 不過踢王家蘇斯達 但是你不要管 這個球季 他踢王家蘇斯達 可能因為成熟了 現在都二十歲了 球技可能更加鍛鍊得好 所以踢得比較好些 所以來講 有些球會對他有興趣 但問題大家要留意一點 他仍然都是王馬的球員 和王馬馬人有幾困難 我想不用多說了 OK 好 繼續說回報道 奧迪賀 奧迪賀 就是外借去荷蘇斯達 今年來講 原來已經捉了二十一歲 我還以為他二十歲 二十一歲 這位中場球員 終於在王家蘇斯達 比較上踢得出色一點 他成為王家蘇斯達 一位主將 今季有七個入球八個助攻 踢了二十五場 在西班牙 仍然都是年輕 還有很多空間和時間去進步 還有很多可能性 我想這位媒體寫在那裏 如果他真的來到萬聯 其實第一 他是我們頗需要的中場球員 第二 他又是蘇斯達的鄉里 所以可能比較容易 但我們經過夏蘭特的事件 發覺原來 鄉里都不代表 一定是談得來的 說真的 這個大家要留意 所以這個就是個情況 也是那一句 Martinelli已經是走雞了 另外兩個Kiesa 或者這個Ordica 都是傳聞 你問我 那個Kiesa好像挺吸引 不過有機會可以 如果大家有朋友認識他 有看意大利球 有看他踢過的 就可以說一下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可以 因為他位置上就可以了 因為右邊的進攻 Ordica 說真的 我覺得機會很小 因為從黃馬手上 買人基本上是困難重重 第二 他仍然是 未是一個超級巨星那隻 或者是一個屬於比較上 成熟了 亦都是表現多少少 他本身的潛能那隻 那究竟 我們是不是真的對他有興趣 我也是有個 question mark OK 今次節目是這麼多 多謝收看 拜拜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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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